今天我又来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就是这次是想跟大家边聊天然后边化妆 然后现在就可以来涂粉底液 还有一个棉签还是苏库的这个粉霜 哎不对 哦对 就这样占一棉签的量 依旧是这个油 这个油其实你用别的美容油代替 比如说那个HAVA的油也可以 我之前就是在用这个油之前 我都是把它用HAVA的油来混 好像这样 然后我现在今天想要给大家 试用一个新的上底妆的方法 就是这样粉底液均匀的点涂在脸上之后 我们来喷一个底妆喷雾 这个方法是我在微博上 哎好像有点痒 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推荐说非常持久 而且底妆会很有光泽 我之前有试用过一次 持久度是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嗯我也会把那个 我看到的这个 用这个方法的博主的名字放在 下面的那个评论区 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说了我粉底液干了 就涂在脸上之后呢 就涂在脸上之后呢 直接喷定妆喷雾 然后就用海绵蛋拍开 好就这样 我现在整个底妆超级湿 我现在整个底妆超级湿 然后可能部分地区 就是脸上的部分的地方 可以稍微再叠加一下 然后我们来上个遮瑕 其实这个遮瑕就是 遮黑眼圈的那个遮瑕 是用在底妆之前比较好 但是我忘记了 就这样抹一下 有点多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 比较白的遮瑕膏 来体谅一下这个 苹果肌和眼下的区域 因为我苹果肌就 不太有 所以用一个提亮的话 看起来会比较 年轻的那种 这个法令纹的地方 也提亮一下 这个遮瑕好像有点多 我觉得对着视频画呀 因为就不像镜子 视频离得很远 那个屏幕又很小 所以我每次下手 就 没心没重的 我觉得 其实 今天的视频 大部分的那个 产品就是底妆 跟上次都是一样的 我平常的底妆 就是用的都是这些 我上学的话 就 会用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是逛街 的话 用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老是忍不住去看 那个显示屏 就 老是 不看镜头 哎呀 我今天本来要上高中在乎 结果忘记了 好的 没关系 还是现在画眉毛 上次视频有人说 觉得我眉毛画得挺好的 因为就是熟能生巧 而且主要是这个眉笔 它真的很好画的 嗯 嗯 就是我觉得 其实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 边录边讲话 是因为我戴的牙套 我觉得 我讲话就 不是 很好 看 但是后期配音的话 其实又很麻烦 我是喜欢有一点点弧度的 这种眉毛 好啦 眉毛就这样吧 染眉膏 还是这个 我觉得其实前面都没什么可看的 外面风好大呀 我都不想吹吗 还是这个 K的修容 我觉得这个 绝对是我 近期最爱的 就是 上次的视频就很 因为是配音嘛 所以 后期我有很多地方就忘记讲 我修容 就是修 这两边 嗯 我的那个颧骨 我觉得 戴了牙套之后 颧骨 特别的 明显 这个颜色好自然 嗯 然后就是 上一个视频 有很多 我今天好像主要回答 上一个视频的问题 有很多人问我 是不是有带 美瞳什么的 嗯 但是我是 基本上不带美瞳的 我带的是 透明的 透明片 因为我近视 是 鼻影就主要修这两边 和鼻头的位置 我的鼻子真的很难修 因为人家的鼻子都是 像就是鼻梁都是像山脊一样是很平滑的一个尖 但是我的鼻梁是 一个平面 就是 它是方形的 所以每次 修的话 也修不成那种 很高挺的鼻梁 它就是一个方方的鼻梁 很奇怪 很奇怪 这边有一点 隐隐 就是因为我这边的鼻量有一定不太一样 好 现在是修完了 然后我们就来上腮红 我觉得我化妆最不能缺少的就是腮红 今天是用的是粉色系的腮红 这个是Burberry的八号色 叫Misty Blush 是一个这种很很很粉的那种很很上色 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粉色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大面积扫一下 好粉嫩 好 这样子 就完成了一半了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这个是Colourpop的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这个是Colourpop 是这种很软的 这个颜色超级好看 然后我们现在手上点拍一下 因为不染的话容易手中 然后就点在眼下的去 营造一种可爱的少女感 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 其实你不想用这个Colourpop也可以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看一下 现实看起来我觉得还行 不会是很夸张 然后就是眼妆版 我其实纠结了特别久用什么眼妆 因为我的眼 我整个长相是特别吃妆的那种 就是我就算画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画就算很浓的妆 看起来也像是画的超级淡的那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个就是NERS的眼影底膏 蛮好用的 就是让你的眼影更加显色 更加持久 好我们现在来上眼影 眼影的话我之前有小小的录过一个视频 用到过这个眼影 但是今天还是想用这个 这个就是Tom Ford Discord Dust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总之这一盘我都特别喜欢 我才买的 就这个我不是很喜欢 它颜色太深了 好我们就先来画吧 因为这一盘里面全部都是珠光色 但是我想用一个雅光色打底 所以我用了一个单色腮红 这个是那个 也是Burberry的 色号是T Rose 就是一个带灰料的粉色 然后我们用这个颜色来打底 这个颜色也特别好看 很温柔就是适合日常妆 这小镜子 你平常上学用这个涂一层就走 然后就很好看 是不是不太明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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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有人对我的眼皮非常的好奇 就是我眼皮是多眼皮 就是大概有三层吧 嗯 闭上之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这只眼睛前段时间过敏了 所以它那个双眼皮就更 奇怪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 很怪 嗯 这个颜色画在眼尾 就画在眼尾和双眼皮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嗯 我就是冲着它摆在那里颜值买的 要说实用性吧 我觉得就那样 拉近一点话 然后我们就是 还是来画卧蚕 卧蚕我用的是 Bobby Brown的这一个 就是眼影棒 对 这个眼影棒超级持久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 太美了这个 可以看到吗 它超级好看的 Bobby Brown家的 闪片眼影我超级喜欢 然后我们涂 少量在卧蚕的位置 就涂一点点就行 我来看一下 太过了 好 然后就来画那个 睫毛 哎 这外面风真的太大了 最近几天天觉得不太好 就很烦 然后是这个 睫毛打底 如果你睫毛是 比较 比较塌 比较硬的话 你一定要试一下 这个 你刷完之后 我其实不刷睫毛膏的效 因为他就让你睫毛看起来很好看 然后是这个 睫毛打底 如果你睫毛是 比较 比较塌 比较硬的话 你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你刷完之后 其实不刷睫毛膏的效 因为他就让你睫毛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我还是会刷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很吃妆的人 那如果再不涂的话 就整个人看起来完全没化妆呀 我感觉我跟别人 画一样的妆 照进入的时候 我就很像打印机没木味了 明明都是一样的妆 但在我的脸上它就 很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睫毛也刷一下吧 我这个并不存在的下睫毛 我感觉我上睫毛还可以 不短 背上没有下睫毛 还是不存在 我现在很努力的收集空瓶 因为想要给你们拍一个空瓶机 好了 我的妆就是这样了 然后再画一个高光 高光今天用的是Lore MC的这一块 我这个真的买了一年多了 它仿佛新的 看到吗 一眼都没有熬 主要是我用它 也确实用的比较少 它很飞 然后我那上一个视频 其实因为我太紧张了 很多洗剑我都没有注意到 我其实平常画高光 不会画在这两框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 这两面顴骨已经 要飞出去了 所以我可能会打在顴骨下面 这个地方 就是 下面一点点 就这样 可能别人会在这个地方打修容 但我在这打高光 然后因为 因为就是 化妆这个东西 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鼻头是要的 这个高光是走 自然路线 所以它 很很 其实 不会说很夸张 然后我的太阳穴也会刷一点 因为我太阳穴比较凹下去 因为我太阳穴比较凹下去 好了 这个妆就好了 然后我现在来涂个口红 涂完口红我就去弄头发 然后换衣服 对 我是这样子 我也不怕口红会弄到衣服上 今天的口红 这个还是NARS的唇笔 色号是Dolchivita 这个色号我觉得应该是人手一支 特别好看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打个底 这个颜色在我嘴巴上 现在是我嘴巴的颜色 比我的嘴巴稍微红一些 嗯 挺明显的 上学想要裸妆感 的话呢 就用这个唇笔就最合适了 然后我用它先打个底 因为这个质地很像奶油的那种 所以用它打底后续的那种 雾面唇膏更容易晕染 然后 这个 今天的唇又用的是 这一支独角兽的 Pumpkin 这支我用了很久了 我觉得我有希望把它用空瓶 我就是很喜欢 土橘色 我基本上日常爱用的 全是土橘色 就这样子 好深 我 我就是 我平常用都是在下嘴唇刷一下 然后 抿 然后用指腹 好啦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妆 我现在就去换衣服 然后弄我的头发 我忘记 画眼线笔了 我上一个视频就忘记了 眼线笔用的就是这个 Kiss Me的棕色 然后呢 就画在眼尾的地方 这边是画眼线 这边没画 啊 好啦 我的 今天的妆就是这样子 画完了 又是比较 简单 对不对 其实我平常出门是绝对不会 这样出门的 我可能就是录视频的时候 会 然后我因为太不熟练了 我刚才卷的时候不熟 还烫了一下 就是 这样子 半门尾 也还可以吧 然后后面 是这样子 就一个 这种 发酱 我现在已经 收拾好 要准备出门了 今天的妆就是 画的 画的我觉得很干净 然后头发就扎一个很 低的那个 丸子头 好吧 那我现在就要出门了哦 就会访问一下 对那 你 就会帮你 对那 如果是 我应该认识 就会帮你 那我 可以帮我